9月9号开学了 虽然现在疫情警戒降为二级 但是传播力超强的Delta变种病毒 仍然在全世界蔓延中 将上学生们都没有打疫苗 这一回的开学日对各学校来说 相当战战兢兢 教室里有摆黄色隔板的桌子 是模拟小朋友踩梅花座 社交距离1.8公尺的状态 这样一班大概只能5到10人以内到校上课 台北市开学可能踩线上线下混合班 老师一边对实体到校组讲课 一边还得注意电脑上远距组的学生 一心多用真的不容易 开学日如临大敌 老师们才刚打了第一剂疫苗 但小朋友还没疫苗打 让学生回到校园 是和病毒共存的考验 任何一个族群他不能打疫苗 或者他覆盖率很低就会在那个族群 就变成把它暴露在危险之下 如果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打疫苗 那12岁以下的小孩 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传播病毒的一个主要族群 那这个是一定要去要注意的 他们在国外有在做领床试验了 国外应该再过几个月领床试验结果可能就会出来了 那说不定那时候有机会让12岁以下的也可以打得厌 未来儿童也可以接种疫苗 政府得想办法跟上国际脚步早点仔细评估 而Delta变异株 让许多国家疫情从缓解又再烧起来 以色列的疫苗覆盖率在全球是前段班 总理班奈特宣布8月1号开始 针对60岁以上民众追加第三剂新冠疫苗 希望高风险族群老人能获得更多保护 现在其实在最新的这个BNT在7月23号他们公布了一个数字 他们做了这个大概23个人的研究 然后呢发现了有打第三剂的这个疫苗 在这个20岁到55岁这群人 可以增加5倍对抗Delta virus的病毒的综合抗体 对于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可以增加11倍 这个综合抗体来对抗Delta virus 所以这些初步的数据看起来是 打第三剂 是对这个Delta virus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策略 根据免疫学权威张南记分析 第一剂疫苗是为了让免疫系统看见病毒的S蛋白 第二剂是要唤起对它的记忆性反应 第三剂才有机会终身免疫 以色列认为加强疫苗接种能避免封锁的昂贵代价 台湾必须加把劲 国际疫苗采购不能断不能慢 国产疫苗把关也得用科学服众才行 TVBS新闻柯顺雄王一杰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